梅兰竹菊 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的象征 所以歌颂菊花这样的诗歌很多 那古琴曲和音乐作品也很多 比如说诗歌原整有一首诗 就是菊花诗 秋从绕舍似陶家 绕遍离遍日见霞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描述了开的时候正好是最严酷的季节 对吧 这个秋寒来了 还有一首诗 非常有气魄 就是《黄巢》的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上 冲天乡镇透长安 满城近代皇后一家 所以呢这个菊花呢是自古以来是文人音送的这么一个题材 那周杰伦呢可以说他是流行歌星但是他也是音乐人对吧因为他音乐的知识很丰富能力也很强弹钢琴弹得很好这个不同于一般有的个性比方说只会模仿啊 凭着记忆啊记得很多歌呢不懂音乐知识啊这个也是有的 所以他写了很多中国风的东西这个菊花弹是一个这个曲的主要要弹的安静对吧很安静描写了花的性格但是有的时候叫激啊所以刚开始呢用泛音 哎不急不慌啊然后有起伏按照那个我们正常的乐剧的起伏对吧 但是所谓激昂的地方是这样大家看 你看拉到咪这是一个五度的跳动 要准确 这块可以浓一点 这块用了演跟续演 续演 演 演 演和续演有点打绝的感觉你看 它是敲面吧敲在弦上出的声音 然后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注意看啊这个更激昂 有一个展宽 鱼韵保持着它的风格和神韵 然后它的一段暗音旋律要准 走起来要准 纹 你看这还有跳动 要准确 你的音程你的技术要准确 你看它随处都有一演这个织法在古琴一般传统曲的不常用 偶尝用一下 可是在这个曲子里呢要常用这也是一种技术要求 那这个演呢要求演出乐音 千万不要演出打击乐的声音 就是噪音 对吧 这个东西稍微的劲儿掌握不好就凭成噪音 所以第一演的时候不能太脆 不能要稍微有点往下按的感觉 一定要演到这个你看弦这么细 但是你要演到弦上 你不能演到琴摆上 这就是严格的要求 然后音准非常关键 对这个曲子 它的音准很关键 因为它是比较慢的曲子 慢曲子主要是要挺音准 对吧 又慢又不准 这特别难 它不像快 一闪耳锅万一不准 它能过去 所以这个菊花台这个曲子 第一我们想到菊花的浮语 对吧 这个四君子 同时呢 我们也想到做人的品格 对吧 你遇到困难 你有没有戳着 对吧 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对吧 要向梅花学习 要向菊花学习 要向松柏学习 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所以我常说 梅花和菊花是中国人的性格 而竹子和青松是中国人的骨骨 我们要挺你胸膛 对吧 要有骨气 这样我们在音乐作品里 也能受到这些启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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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